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凌晨横扫韩国饭圈的Twitter爆料 我们先来看一下爆料内容 我要爆料米恩的著名粉丝谈吐的双明星 身为米恩的粉丝实在是看不下了 所以鼓起勇气来爆料 我近年看到谈吐他这一年来 把头像换过很多次 米恩、吉祖、Winter、迷你的照片 他在他的粉丝账号说的好像只会看一个人 装自己很痴情 这种粉丝需要退出粉丝团 这种人有资格称为Name的吗? 希望你能上传亲笔道歉文 以及亲自向姚加艾的六位成员们道歉 网友们一起来指责他吧 你别开心 给现在是这个表现的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这位谈吐是姚加艾的米恩的粉丝 上传过很多米恩的照片等资料 所以是在饭圈比较有名的姚加艾的粉丝 而这位爆料者表示 自己关注了一年后发现 谈吐曾经把头像换过很多次其他艺人们 所以指责他是chap的 就是会翻很多艺人的粉丝 现在很多网友们都在转发这个贴文在嘲讽 那当事人的反应又怎么样呢? 你现在很紧张但是故意在装冷静 看起来很可怜 请在12点之前上传道歉文 是要看最后谁会赢吗? 谈吐 啊18笑死我了 重点是这位爆料者还上传了证据 就是谈吐这一年来使用过的头像照片 这样看的话除了前面8张跟后面2张之外 其他都是米恩 这不就证明了这位确实是米恩的真粉吗? 80张里面只有10张是别家粉丝的话 不就证明了是真粉吗? 然后头像跟本名是无关的 所以要怎么道歉呢? 对不起我是杂粉这样吗? 可可可 不过蛮恐怖的 为了爆料搜集了一年的头像 这程度已经是精神病了 记得要去医院 觉得分很多艺人就是缺乏中程度 奇怪的孩子们太多了 可可可 其实之前我也是收到过这样的留言 这个给我的感觉是 我在台湾最喜欢吃的是牛肉面 所以我就绝对不可以说 我喜欢排骨饭丛牛饼 对于米恩真粉的双面人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SM发表过 solo正规专辑的四位idol们 在我们的印象中 SM旗下的很多idol组合的成员们 都发表过solo专辑 但事实上 却只有四位成员发表过 正规solo专辑 都有谁呢? Temmy 中昌 Taey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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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同胞心里 Supers New的成员们有点意外 没有Pae Kyung Qae Hyun 真的好神奇 本来以为会有Kangta 但是想一想 他不是在团体活动中 而是团体解散后 直接以solo歌手出道的 夏依尼果然是人才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暖心的一个消息 这是一位网友在1月11号 上传到论坛上的一个内容 晚上11点左右 我为了买啤酒 所以穿着拖鞋去了便利店 等待结账的时候 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跑过来 把一包饼干放在收音台上了 我前面站的是一个 看起来像是小学生的女孩 应该是那个小孩的姐姐 在收音员扫码 勾着饼干的价格后 他就对弟弟说 这个太贵了不行 听到这句话后 弟弟跑回去换了一个比较小包的饼干 但是好像还是超出了姐姐的预算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他们要买什么 两个泡面 一个饭团 大概了解了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之前也稍微帮过 类似这种情况的姐妹 所以我就对他们说了 如果能让叔叔先结账的话 我就给你们买好吃的 为了不给他们造成心灵创伤 瞬间就说出了这句话 姐姐稍微犹豫后 就退后了一步 当我结完账回头的时候 两个孩子都在看着我 我突然想到了 家里出生200天的女儿 这让我哽咽 虽然不能仅凭孩子们的穿着 来判断他们的情况 但是这么冷的天气 他们只是穿了很薄的外套 唉 我对他们说了 因为你们给叔叔让位了 所以叔叔要送你们礼物 想吃的都放在这个篮子里吧 拿多少都可以 但是两个孩子什么话都不说 只是不安的站着 所以我就把他们放在收音台的东西 都放在篮子里后 又去拿了几个泡面 这个时候弟弟才拿了两包饼干 然后姐姐真的让人心碎 他只是拿了一个厨房洗洁剂 没有拿任何吃的东西 瞬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又去拿了一个篮子 放满泡面 火腿跟面包后 放在收音台上了 是因为你们让位太乖了 所以叔叔才买给你们的 不要担心 拿回家好好吃 姐姐非常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 然后我就假装很忙走出了便利店 走出来后 偷偷地躲起来 看了一下他们 两姐弟走出便利店 走到路灯下后 一起看袋子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看完袋子后 弟弟的微笑 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走回家的路上 真的是不停地流泪了 怕伤到他们的心 所以没有问他们很多东西 现在却很想知道他们的情况 厨房洗劫机 啊 信要死掉了 孩子啊 信如刀割一样 如果我见到这样的孩子们 我也一定会帮助的 真的是做了一件好事 做了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谢谢你 实际上真的会有很多 这样的孩子们 头伤心 好的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就到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